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梁善行元机解码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梁善行师傅 你好,大家好 师傅,今集我们继续讲手相 手相之前有很多长临的情况 例如健康、生命、婚姻 感情都讲过 今次我们就讲一下八卦和九弓 原来我知道我们经常看风水 九弓飞升 原来精彩,可以放入手掌里 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丽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是的,因为奖是八卦来的 八卦是有九个公位在这里 九个公位在奖分布 加上中间就是九个 另外八个就是在奖的藤藤圈 所以论九弓八个丘 藤藤圈八东南西北那些八个丘 加上中间就是九个公位 九空飞升每年有飞升飞入 每二十年一个元运都有飞升飞入 可以产生对你自己的影响 这样怎样推算呢? 原来他九个丘,八个丘,九个公位 中间首长那里叫做明堂 首先由中间那里看先 中间怎样叫好,怎样叫不好 越尽量多粒进去才好 有些手掌是平一点的 如果手掌是平的 你真的是很难聚裁的 这个明堂浅一点 明堂越深就越聚水 就越浅多 你见有些富豪的 他的手掌很深,很粒下去的 那就知道这个人是富豪 所以明堂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明堂中间,中间是明堂 它影响周边八个位 八个位,首先的美子这里 美子这个就叫坤公 这个坤公是土地代表 你有没有田产 你容易做业主 你就看美子这个优 这个优 怎么叫好呢 有些人这里有一粒肉 有整粒肉拱起的 那你有楼有地 有成的 如果有些就摊在手掌 很自然地摊在手掌 这个尾这里射了下去 你很难有田有地 你唯有省点洗 这里能否聚裁的地方 这个就是坤这个工位 有些人 我有事业就可以了 事业好还是不好呢 看掌 当然要看事业线 除了要看事业线 都还要看工位 尼这个工位 就是这个宗旨 下面这里 这个叫尼位 少年时期 读书能否明列前茅 都是看这里 如果这个优 就是这个肉 是大一点 高耸一点的 你聪明灵灵灵 你读到专上学院 那就出来做事了 你步步高升 做的立即 一直攀升 就是看这个事业工的 这个位置呢 食指这个位置下面 这个就是信位 信这个工位呢 是代表文学 那个情操 嗯 或者代表你的兄弟姐妹 能否大家共同扶持 如果这个优好的呢 你就可以出门 多去旅行 嗯 去游州游列国 还有呢 你在海外那里 又可以考取那些学位啊 这样 这个优 是代表你海外的功名来的 哦 这样再下面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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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 母子下面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震工 震呢 除了代表是手足兄弟之外 都是代表你平身 多不多风险 如果这里里面呢 多横文之折 又粒陷又射 最怕呢 就射了 嗯 这样呢 一生之中风险非常 是 你要留意 不要以人为敌 要引让 因为呢 有些人呢 无端端闯了 就是这里 震这个工位 是 近这个工位呢 就是 母子这个 这个 底下这里叫做近位 这个近位呢 代表你有没有子女 你的身殖能力 有些人结了分 很久都没有身殖能力 是 原因呢 这里卸了 这里卸了 但是我不卸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子女呢 如果这里气息不好 发了青气 就是你身体不好 嗯 你是补一下身呢 它有些红气在那里呢 你可以有子女了 那如果这个优 越大越厚呢 你子女呢 越成才的 如果这个优 呢 平坦无奇呢 你的子女就平凡 还有了 下面这里有 这个坎 这个位置 那每个人呢 这里啊 这里 最后这里了 有心 有钱的 但是这里呢 有股肉拱起的 如果连一些少少救育都没有 在那个掌中 好像你拿着一些水 那个掌中的水呢 在这里流流了下去 就是说这里没有救育 你拱住它 你很难有长命的 是 甚至你晚年的时候 是死于水险的 哦 因为这里呢 是代表水的位置 嗯 这样 说到了 那我是做生意的 哦 刚才是说了功名事业 打工也是功名事业 我不是打工 我是做生意 都是说这里 这个位置是做生意的 你做生意做得能否出色 都要说这个优 越高越大越好 这样呢 因为你生意上又能够聚在 越做越大 如果这里你没有优在 或者太小 你就不要做那么大生意 老实打一份工 这个就好了 嗯 那原来呢 还有一个优叫做拳位 这个拳位 凡是这八个优 那些肉呢 越高越大 是越上乘的 是 如果这里平坦削弱的 那就不好了 这个位置呢 是代表你父亲 如果那里高大肉口的 你父亲好 你祖上好 你得到祖淫 这个男女都一样 如果女命来计呢 这个权位呢 代表你丈夫 你嫁得好丈夫 嗯 如果男命呢 这个权位呢 代表你有没有做官的气质 和你出身的家底 又好还是不好 那最后呢 就说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美子下面 这个中间 这个 这个对工 对工呢 男命呢 这个是妻工来的 那我妻子好不好呢 除了婚姻善要好 除了感情要好 这个优都要好 嗯 这个优呢 高大欲厚 那就是婚姻到老 没有那么多姿质 这样 又对象配偶 又能够言傻 又能够得恨 获得好的得恨 所以这个对工呢 又是代表你的配偶 难命来说 那个是妻子来的 哦 所以 看奖 都要看这八个优 加上中间就是九个工 嗯 那九个工 你会怎样相配呢 第一 你要看那个工位 八个工位 你不是每个工位都漂亮的 是 有些工位好些 有些工位差些 那如果工位漂亮的 漂亮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那个肉高大 气色 那个颜色好 红润 就是颜色好 嗯 还有那个区分 没有那么多 樊文倒影在那里 那才是好的 那看到那个区分好的了 那就知道 你那个 那个因素好 淒财子禄 那个因素好 那就很想知道 什么时候好 是 就有方法了 你首先套 原运的九弓飞升 现在二四年了 二四年呢 九指火入了中宫 一入了中宫 散发四位 由西北那里 第一站飞去西北 跟着第二站飞去正西 第三站飞去东北 第四站飞去正南 第五站飞去正北 第六站飞去西南 第七站飞去正东 第八站飞去东南 那个九指火 原运是九指火入中 煮了二十年的原运 那九 一直数下去 九 接着到一了 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一路数下去 这样 然后呢 就数流年了 这样二四年了 今年二零二四年 是三逼星入中 那三逼星又是入了中间 又是一齐这样数下去 数到那个位置 而产生雙星碰 就知道 你今年 这里遭逢些什么 用掌文 用个掌形 套下去 元运那里 流年那里 都可以看到 你今年 会有些什么事情 发生在哪个部分 是 那师傅 我其实呢 就是 我认识一个人 名字我又不开了 那我认识 都很久很久以前 我想都有十一二年了 那她是一位小姐来的 那她的年纪呢 我想这一刻为止 她应该都接近五十岁 像这样 那样 我看过她这只手 我真的很记得 这样 她是很薄的 而她薄到 她又软 又软 又软 但是呢 又很薄 刚才你所说的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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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敢说 她一个都没有 通常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掌型有很多種 又反映不同的人 通常如果身形肥大 那些掌他的優要高 要跟他配合 如果身形消瘦渺 他的掌不會厚 他又沒有運閒嗎? 是要跟他自身相比的 身形高大肥肉厚的人 掌一定要厚 如果對稱不夠厚 他就出了事 如果有些小姐 他是簽秀的 掌不會很大 就比例 他又要平坦一些 這些要比例 和他自己身形作比例 是 所以 你都說得對 他的身形又 真的很受削 所以這個 不能夠完全一概而論 但是前幾集說的掌文 當然都可以參考 如果有一些人 我又很好奇問 例如阿強 阿強可能小時候是一個 瘦仔 越大他越肥 會不會在這些 剛才你所說的八卦九憂 又會有變化呢? 會 因為掌和掌營掌文 是跟時運而變 你小時候不對稱 大個可以對稱 小時候對稱大個可以不對稱 因為你的時運的需要 所以他小時候受削 那就受削了 掌文就覺得 那個掌優雖然淺薄些 又沒有問題 他到大個了 原來他又肥大那隻 但是他的手掌沒有改變 這樣就出問題了 人的一路成長 身形一路肥大 雙手都要跟著肥大才行 原來雙手沒有跟著肥大 即是說他的時運 他的命運一直差勁下去 是的 因為你身體有一些情況 其實一出現了的時候 理論上一隻手 沒有可能不變 是的 怎麼都會有按比例的跟著 是的 哦,OK 如果有一些人 例如之前我問過 掌紋遇到有些問題 可能條紋、條線斷了 又或者損了 那山優手掌這些位置 真是他可能 例如有個 例如假設 可能有一些 他被火辣了 有個控在 又或者 總而言之有一疊在 這樣 那是不是就代表 他那個情況是有問題呢 這樣優的 那個格局 跟掌紋的格局 有時候不一致 嗯 例如 他那個位置的掌紋是很差 但他優好 哦 優其實是本 那個本體來的 是 掌紋呢 就是他用的體 一體一用 掌紋是拿來用 優是用來做個體 體是要承托那個用 如果掌紋不要優好 他的差勁不會太差 他將來會轉好 掌紋可以不要的 可以大步濫過 如果掌紋是不要 那個優都不要 他沒有辦法轉變 一路每放愈下 如果掌紋是不要 優好 他只是一時之間不要 他有機會轉好都未定 嗯 反過來掌紋好 那個優不好 看到他的掌紋好 你覺得他現在都不錯 不過 好極都有限 沒有了一個本體 好極都有限 那不要跟別人相比 覺得現在好過之前就夠了 是 要這樣看 哦 所以呢 就是講一句 就著一些關於掌上 手上的知識疑問 歡迎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梁善行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同時我知道 其實老師 在這個手上 又或者這個命理 八字指微斗數裡面 都有課程開設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把握這個機會 影片資訊欄 找到梁善行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下一集我們再跟師傅 看看會否在手上 又或者關於其他一些話題 好 拜拜 看到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未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看影片的觀眾 你其實對玄學是否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九運的新時代浪潮 透過你的學識 為社會獻出一分力和賺取收入的話 不要再浪費你的天份 焦點FMTV主辦的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堪稱是全香港最全面最公平的玄學術數比賽 第一 題目將會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預測大事 第二種是技術題 而技術題參賽者是可以自由選擇想作答的題目 確保真正公平發揮你的所長 第二 比賽期限歷時八個月 這八個月入面參賽者 預測將會完全公開給評判團和所有觀眾可以看到 絕對不會有任何刻相作業 第三 我們的評判團將會超過十位 而十位都是資深的玄學家 同時亦都會邀請非玄學家的評論員 或者分析師成為客席評判團 全面提升理論和數據互動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極可能是你踏出成為研學家的第一步 無論賽果是怎樣 我都先恭喜你 因為你贏了 你贏了全香港觀眾的注意 贏了他們的信心 亦給了一個機會他們去光顧你 記住3月8號公開接受報名 影片留言區有比賽詳情和報名連結 預測王我們到時見 我們到時見